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或许是单一纯 也或许是潘红 更或者是阳光帅气的曹阳 而在第九期播出以后 如果再收集《今年好生意》里面热度最高的选手 我相信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必定多了一位优秀的候选人 不错 他就是谢霆锋战队的傅信尧 之所以把傅信尧放到热队最高的学员强烈当中是有数据做支撑的 在第一期官方新势力榜单上面 傅信尧就领先于单一纯 潘红和曹阳等高人气学员 高居榜单的第一 获得节目组的单独表扬 不可否认傅信尧的逆袭之路离不开谢霆锋的力捧 如果不是谢霆锋在第七期里面在他的身上压了两分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开始特意关注到他 也就不会或者说会更晚的发现他的实力了 在获取一番关注之后 傅信尧再接再厉 在第九期中又一次战胜高锐 从此彻底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 一 傅信尧人气提升 不是偶然 两大优势尤为明显 其实归根结底 傅信尧的人气能够逆袭 还是离不开他的独特的声音和超强的唱功 如果没有这些 他不会被谢霆锋导师看中 亦不会两次战胜高锐 并且以大笔分战胜利荣耗战队的斑马森林独特的声音 虽然进入到好声音20强的选手都有着好声音 但他们的声音有着不同的特色 可傅信尧的声音还是很突出的 当初在傅信尧给大家带来神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发现了傅信尧的声音 不但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还非常容易直击人的心灵 他的声音不但适合深情类的歌 也适合一些忧郁悲伤的歌曲 他在与马森林对战的时候 唱的是一首比较忧郁的歌曲《消失》 他的声音非常适合这首歌 当他开口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他一定会赢 傅信尧的唱功也是无可挑剔的 他就读的是专业的音乐学院 他的唱功经过系统的培训 在他与高瑞的比赛中 唱功就是他胜过对方的原因了 虽然高瑞的歌声充满感情 颜值更加出众 但单论唱功高瑞还是不如傅信尧的 在傅信尧赢过高瑞之后 很多更支持高瑞的观众都表示 傅信尧的歌都是在炫技 感情没有高瑞充沛 支持人的话 虽然是在吐槽傅信尧 但是这也代表着 他们也是认可傅信尧的唱功的 有着得天独厚的声音 再加上后天的培训 傅信尧在音乐方面的条件 是非常不错的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 他才会在有了机会之后 火得这么迅速 二 面对黑粉们的质疑和吐槽 傅信尧挨个儿回击 毫无偶像包袱 而随着关注度越来越高之后 大家也越来越了解傅信尧的性格 他真的和舞台上表现出来的 那种高冷完全不一样 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耿直 非常没有包袱 敢于直接和黑粉互怼的女孩 就在前几天 傅信尧转发了一则好声音 官博关于评论他的舞台的动态 就在他转发不久之后 一群黑粉闻风而动 纷纷在他的动态之下评论 有人吐槽他有心机 有人吐槽他胜利是黑幕 有人吐槽他唱得很难听 现在只要是有点人气的人 就会有黑粉 只不过大多数都不会搭理黑粉 更别提是和黑粉互怼了 傅信尧在人气上涨之后 自然也有了黑粉 那些黑粉的吐槽也都很难听 只不过傅信尧也不是什么能忍的人 他都怼了回去 和黑粉直接在评论区里边吵了起来 看到有人吐槽 他唱得不好听的时候 他表示 那你来评论我干什么呢 看到有人评论说他不喜欢他 并且质疑谢霆锋给他买票的时候 傅信尧就很幽默地表示 感觉身价被提高了 最让人忍惧不惊的是 面对一个黑粉的质疑的时候 傅信尧你一眼我一眼地和对方吵起来了 作为一个小有名气的音乐人 傅信尧这个举动真的是让人意外 要知道在这一期学员里面 除了他没有一个人会和黑粉互怼 其他人连粉丝的评论都不怎么回呢 更何况是黑粉 而且和黑粉互动过多 会让他少了很多神秘感 三本季最耿直的学员傅信尧 至于为何要和黑粉互怼呢 傅信尧也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傅信尧在回复粉丝的评论中表示 自己自认为不是一个公众人物 所以会怼得很快乐 显然他这是把普通人被骂的时候的反应 呈现给了大家 毕竟网上的浪不能白冲呀 我觉得傅信尧确实也是有点小看自己了 他现在其实也算是公众人物了 不过有一点他没说错 他确实给大家表现出了一个 普通人被骂时候的反应 从他回怼黑粉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之前确实没白冲浪啊 用了很多句子都是网络用语 虽然傅信尧这个操作 让他在很多人心里的高冷女神形象破灭了 但这件事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欢乐 也拉近了他和观众之间的距离 总而言之吧 我觉得感云和黑粉在评论区吵起来的傅信尧 堪称是本季最耿直的一位学员了 期待耿直的他能够越走越远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